分兩種情況,一種情況是承下一個牙腳,根尖都沒有嚴正 這個時候剝了牙之後就可以立即中釘和補骨粉下去 但有一種情況就是根尖是有點嚴正的 你剝了牙之後,這個時候你如果放了一個種植體下去 這個種植體很可能會被嚴正感染,這個種植體就會失敗 所以如果是沒有什麼感染的,就可以立即中牙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,比如說這個牙齒剝了之後 那個牙洞和神經管貼得很近 這個時候如果你放釘,肯定是有些風險的 這個情況都是便宜剝了之後等幾個月,那些骨頭生上來了 我們就中,這個風險會小一點 我來看,這個下方的感覺 這次的風險,這個方向的... 如果是一個人可以協力,這個方向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,我們不會讓我看,